好 大家好 觀眾請您關心精華車案的最新進度 其實就在今早的檢方似乎是暫緩了動作 今天早上是沒有來提訓任何的被告 至於證人的部分 目前也都還沒有聽說有類似的消息 不過我們會持續為您做掌握 不過現在檢方似乎整個案件 是已經進入了收網的程序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昨天 檢方是已經第三度的來提訓柯文哲 而且整個訓問的時間竟然是長達6個小時 已經是史上最久了 那可能針對這個圖利 以及金流的部分 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想要來問柯文哲 只是據傳 昨天柯文哲在庭上 也是在訓問的時候 還是否認犯罪的 只是說他現在否認犯罪 對檢察官來說有這麼大的差別嗎 現在恐怕是一個疑問 因為現在檢方恐怕已經掌握了相關的事證 尤其是圖利罪的部分 最快有望在十月五號 也就是雞媽 雞阿奇滿 兩個月前就有機會 來以圖利罪的部分來將他起訴 怎麼說呢 我們用圖卡來帶您解釋 昨天其實已經傳喚的是應小微的助理 陳嘉銘 那陳嘉銘的部分呢 他是什麼角色 他其實就是當初替應小微 領了兩百萬元來幫他繳卡費 只是說這兩百萬現在檢封要查 這兩百萬到底是不是這個涉及不法金流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則是 都委會專案小組成員馮正銘 馮正銘其實當初也是堅決反對容積率提升 而且容積獎勵無法原依據 他這邊所指的容積獎勵呢 就是北市府來給金華城的百分之二十趴 而且呢他昨天在結束訓問之後出來的時候呢 也有向我們表示 他當初就有表示疑慮 再來則是前都委黃台生 黃台生呢也一樣 是反對金華城適用為老都根 那這個為老都根呢 也是在這個百分之二十趴的 這個容積獎勵的基礎之上 那他也強烈反對容積率提升 那只是說他當時呢 他另外一名都委宋正邁 也就是宋楚瑜的女兒 都強烈的表達他們反對的立場 結果最後怎麼樣 最後慘遭撤換 所以說檢方這次來提他是有什麼用意呢 就是要來釐清當初 到底在都委會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你們表達反對之後 最後通通遭到撤換 而他們遭到撤換之後 這容積率是一路的飆升 一路的金華城呢 是一路長高長胖 所以說這是檢方現在要來釐清的部分 那也會是來鞏固圖利罪 最有利的證據之一 好那現在呢 檢方呢是已經將這些人都給問完之後 今天下午也不排除 在針對被告的部分來進行提訊 只是說對象是誰 另外還有證人還會在約談誰 我們都會持續 來為您做關注 先讓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 在朱雅虎呢 寫給這蔡姊的陳情信 今天洪建議再提新證據 談的內容是什麼 你跟他們兩個碰面的時候 柯文哲在不在場 或者是說柯文哲受益的 你一直在論述說是2020後的才有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請問一下真的是2020你跟柯文哲才介入關心金華城的案子及進度嗎 第二個問題從您接到了7月21朱雅虎的陳情信完了以後 你有親自下了手遇安排開協調會 請問一下柯文哲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還是柯文哲受益你做的這些事情 第三件事情你上次說 朱雅虎上面所的陳情信 你所謂的蔡姊指的是誰 你所謂的蔡姊指的可能是蔡英文 你這個玩笑真的不好笑 你為什麼不乾脆直接說菜頭 蔡龜或蔡依林 所以你的冷笑話真的不好笑 那我想請問一下 蔡姊姊這個增姊是不是您親手寫的 上面是臺北市市長辦公室的便簽用紙 然後呢這個上面是寫 蔡姊姊突林周明回國後 金華城陳情人希望安排和你跟林副市長 林副市長碰面拜會你在場 簡單明瞭二藥 蔡姊 碧如姊 請問一下這個是你的字吧 然後我還要再跟你講一下 你連金華城的金都寫錯 那代表人家拜託你的事情 你沒有十分百分之百的關心努力 甚至於連字都寫錯了 柯文哲交辦你的 你居然連字都寫錯了 你對得起柯文哲嗎 好我再講一次 大家看一下 突林周明回國後金華城陳情人 希望安排和林副市長拜會 你在場 下面寫 譬如2017年8月1號 市長室的便簽用紙 來我讓大家看到這個圈 把它框起來這個後跟八 跟朱雅虎當作給他的陳情信 你一直在說朱雅虎是不是他親筆寫的 這上面沒有落字 這兩個後跟八字體百分之九十九相同 同筆記同筆畫同字體 那請問一下 蔡姐這個難道不是你親手寫的嗎 朱雅虎上面八月三號後 回國約時間不是你寫的嗎 然後整個約見面就如同朱雅虎上面說的八月三號後 回國約跟你的手藝是百分之百的吻合 邏輯性也非常非常的符合邏輯 請問蔡姐您看到了嗎 OK嗎 好齁OK來有沒有問題要問我 請再還原一下就是這個關於自體自機的部分 好自體自機他一直認為一直說朱雅虎這個這個陳情信 不是朱雅虎的陳情信如何證明是朱雅虎的 但我只能說有沒有收到你心裡有數 朱雅虎也沒出來否認這一封不是他的 那沒有人會去做一封假的用親筆手寫的 也沒辦法模仿朱雅虎的自機 第二個我框起來部分 他說上面八月三號後之後約時間 就是朱雅虎在陳情信裡面要求八月三號 林周明回國後一定要在會議當中他一定要在場 所以給林周明八月三號後約時間 這個八月三號的八跟之後的後 跟蔡壁如這一張文字上面的回國後的後跟二零一七八月一號的八 這個字體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這個東西就足以證明蔡壁如在二零一七就跟著柯文哲與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他們口中說的財團就介入了金華城了 階段性不一樣 但是事實證明圖利 金華城的事在二零一七就已經預謀了 來OK來還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這個首預約成功八月十八 他們在林周明辦公室已經會面了 那會面的當場我還告訴你 除了沈慶晶拜訪林周明還帶了一個 他的所謂的都市計畫顧問叫林青青青年公園的青 這位都市計畫林青長期代表 威京集團的都市計畫相關的一些事情 都在拜訪都發局 但當天沈慶晶帶著他跟林周明碰面 之後才有林周明寫過程的書信給柯文哲 好來 各位還沒什麼問題 那蔡壁如也真的是前後矛盾 上個禮拜五就說一定提告 我說我給他到禮拜一 他說禮拜一他沒有空 他就沒講話也沒提告 那禮拜二他說大家要過中秋節講了一些冷笑話 再加上找牧師要去做祈禱 那天主教應該是沒有牧師 天主教就是修士修女跟神父嘛 然後做祈禱 那開了一個好好笑的玩笑 到了說禮拜三 昨天下午告訴他的網友說已提告 星期三已提告到目前我們沒有知道說任何訊息 但我就假設他已經提告 他現在要等我的資料去做 不對吧你不是已經提告了嗎 那你到底哪一句話是真的 所以蔡壁如這個人除了笑臉贏人 我個人認為他講的話可信度非常低 不然請媒體朋友現場打電話給他 他到底提告了沒有 我真的希望他提告好不好 我看昨天網友留言也都一直問他提告的 沒有他都已經回答說已提告 我手上的都還有他的那個網友的留言 已提告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要問蔡壁如 我們的蔡姐 不是蔡龜喔是蔡姐 蔡壁如其實他知道他第一我個人認為他心虛啊 他跟我說他認為我手上只是撿到夢到等等的 他不知道我手上真的有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他說他要提告 他遇到了三個問題 假設真的對我提告 由法院來認證 確實這些都是真的 那證明柯文哲的圖利罪是篤定的喔 更鞏固的柯文哲圖利意圖 從2017到現在 第二個 他原則上拿了這個所謂的這些東西出來 那我想問一下蔡壁如 請問你 這些東西有可能是假的嗎 絕對不會可能是假的啦 那不然的話 我還是真的希望他趕快提告 你看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他說不知道 我個人認為他學柯文哲選擇性思議啦 因為不知道忘記了或者是 任何一個裝傻的動作在法律上沒有責任 這個東西我相信 如果檢調單位 我知道有這些東西 而且是真的 可能不排除會掉那去問 他也可能變成圖利罪 柯文哲圖利精華層的重要關鍵 那到底是證人還是最後變成被告 我們不清楚 但這個東西 蔡壁如不要再閃躲了 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 我不是夢裡夢到的 我也不是路上檢到的 你告我 我就會告訴檢察官 這東西哪裡來的 那還是回歸從第一天到現在 你沒有回答我個人問你 你有沒有收到我這封誠情信 首譽我現在拿出來了 那代表你從頭到尾心虛都沒有告我了 因為那有可能主動來告發他嗎 就是讓檢調主任 偵犯他有沒有來深入這件事情 針對這個東西 我會看看市政府或者鎮峰市的部分 我不知道他們之前交個資料有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會不排除找台北市政府幫我轉介給地檢署 因為告他的人是鍾小平不是洪建議 那所以這個就讓鍾小平告他繼續告他 那我這部分會檢具相關的正確版原版 然後提供給地檢署 謝謝一朵 OK嗎 好 謝謝 洪建議今天拿出了新證據 說是市長市的便簽他三問蔡壁如說 上面比對字機認為上面的八 還有後面的回國後的這個後 字機是一樣認為 朱雅虎寫給蔡姐的這封信 就是要給蔡壁如的 那麼蔡壁如目前到底提告了沒 他也說喊話要蔡壁如不要選擇性的事 我們應該要給新證據 另一點警方會在來 旁邊不認識賣信 那天我們應該會跟 Attention 是有限的 問題 聲音樂